云林虎伟的护证事务所这名护证人员 其实已经被这里的民众盯上很久了 每次看到他就是在看杂志 在看小说 甚至桌上还有绘本 在做现在非常时下流行 具有疗愈性的绘画 因此民众就质疑 赴了公帕来养这样的公务员 也未免过太爽了吧 常常看到他在那边画画 在那边念小说 但他前面的公务需要他处理的人 是排了大大的长龙 但是怎么叫他都叫不动 现在新闻曝光之后 这一名被投诉的护证人员哽咽道歉 他说他因为长期洗肾身体不好 所以才会利用空档看书或是画画书呀 来到云林虎伟护证事务所 穿着黑白格文衣服的护证人员 撑着投资顾字的看书 但看看左右两旁同事忙着服务民众 只有他悠哉看书 而同一天早上还有民众直级 他专注的拿着色笔 在彩绘绘本上涂鸦着色画画 民众拍下照片检举 质疑未免过得太爽了 因为没有民众在等待 我才会利用空档的时间画画 大家说抱歉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这名护证人员知道自己有错不断道歉 他这半年来被民众发现 数度上班看杂志小说 现在又被发现涂鸦画画 他哽咽解释 因为身体状况不好 才会遵照医生建议看书画画来抒压 写生很多年了 医生就是建议我说 看一些心理成长的书 或者是画画 要想办法释放压力 当然这上班时间这么多 也是不应该 算我们的资深同仁 平常表现相当的优异 上班时间一律是禁止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当然以后一定会再严格要求 这名护证人员十年前经由残障特考进到胡委护证事务所服务 平常工作表现认真 但护证事务所明令 上班时间以服务民众为优先 尽管他身体状况不好 但做私事就是不对 民众观感不佳 护证事务所将在开会讨论是否惩处 未来也会加强督导 记者方中陈运林报道